哈喽大家好我是猫猫无线 今天呢收到一台华为的路由器 这台路由器呢应该是一个子母路由器啊 型号是ws8000 这个机器应该是一个主机啊 应该还有分机 这个机器的故障显得非常简洁明了啊 就是断电后不开机 具体不开机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里边附带了一个巨大的电源适配器啊 这个适配器我感觉比很多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都要大 这个输出电压的话是52.5V 1.75A 这个电压的话不太常见 我记得一般的POE设备应该是48V的标准输出啊 这个怎么就50多V啊 我也搞不太多 我这个维修电源最高才30V的输出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啊 应该30V也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来通电试一下啊 可以看到有电流跳变 但是电流非常微弱啊 好了情况呢我们已经了解了 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先把它拆开 这个机器之前应该是有拆过的 这个螺丝上面的那个脚垫已经被去掉了 好了 螺油器呢现在已经拆开了 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是通过 这个东西来起到散热和屏蔽的作用吧 由于这个机器的输入电压比较高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边这么大一个电容啊 是80V的220的电容啊 这个机器的背面有一个闪存 这个闪存容量应该是256M的闪存 应该是一个NAND的闪存 简单看了一下外观 我没有看到上面有什么烧坏的痕迹啊 所以我现在准备把屏蔽罩打开来看一下 中间这是打不开的 中间这个是焊接在主板上面的 这个机器呢我再往上搜了一下 没有看到它的拆机视频啊 所以我这个就顺便做一个拆机吧 就是大家大概可以看一下它的硬件配置啊 硬件组成 首先看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是一个螃蟹的 是RTL8367RB的芯片 这个应该是一个千兆的交换器芯片 看完了这个芯片 我们再来看这个芯片 这个最大的芯片应该是CPU啊 这个芯片是华为海思的5651T 华为的AX3 Pro还有那个WS5200两款机器 用的也是这个芯片 然后这个芯片呢是一个南亚的256兆的内存啊 然后再来看这边啊 这是一个螃蟹的RTL8239的芯片 这是一个100兆的交换器芯片 可以看到它连着这个网口 这个网口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刚好对应的就是一个IPTV的端口 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专门供给那个IPTV用的 所以100兆的芯片应该也是够用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芯片呢已经烧坏了 可以看到有一个角度找不到了 这个芯片所处的位置可能是给CPU供电的 也有可能是给内存颗粒供电的 我等一下量一下上面的组织 看一下正常不正常 可以看到这个电感的话是对地为零的 可以确定这边的电路肯定是有短路的 这边的一个呢感觉组织还非常低啊 感觉应该也是短路的状态 这个机器呢我没有料板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更换这个元器件 现在去网上买的话呢 时间可能要太久了 所以我现在零机动机上新来 我看到这个这个这个 它们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先通用电量一下 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产生电压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芯片 跟刚才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 我刚插上电 突然间这个芯片也冒烟了 我觉得这个路由器真的没有 我下去修的必要了 因为这个芯片肯定是给CPU供电的 刚才里边这个已经短路了 然后刚才这个也冒烟了 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 这三个芯片都已经烧坏了 所以感觉CPU肯定是废了 然后这个可能也凶多吉少啊 像这种CPU的话 我刚才去网上搜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卖的 只能存料板上面拆 我是没有这种料板 所以这个路由器的话 就没有办法往下修了 我还是不死心呢 然后就接了线 出来烧机试一下 可以看到电流的话 大概有4A的电流啊 CPU呢 CPU已经开始发热了 这个已经确定CPU挂逼了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并关注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我的每期视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